人生如逆旅,我一时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40岁以后的中年女人,越来越有气质的秘诀,养成这几个好习惯。 都说,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,眼里写满了故事,脸上却不见风霜,每天化个淡妆,穿上喜欢的衣裳,不羡慕谁,也不依赖谁,只是悄悄地努力,豁出自己最想要的模样。 女人不管笨急了,想要活出最佳状态,一定要有这几个习惯,比熬夜,睡得早一点,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很多女人为了生计熬夜加班,牺牲健康,怀着侥幸的心理挥霍时间,觉得病魔不会找上自己,却忘了,日复一日的熬夜,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损伤,人生无法重来,不懂珍惜身体,伤害的只有自己, 你今天熬过的夜,都是未来日子的提前投资,正如舒本华所说,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,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。 的确,钱花光了还可以再赚,职场失忆还可以东山再起,但如果身体垮了,一切都只是空谈, 人生下半场,聘的是健康,从现在起,改变自己,养成没事早点睡的习惯。 早睡早起,才是女人最好的养生之导,会珍惜时间,时间是最公平的,她不会因为你的出身,财富或地位,而有所偏袒。 每个人每天都拥有24个小时,如何度过这些时间,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。 见过世面的女人,会格外珍惜时间,她们知道,生命是短暂的,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被珍惜, 因此,她们会集中精力去做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,比如读书,旅行,陪伴家人,提升自己。 她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八卦和琐事上,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牺牲自己的时间。 她们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,用时间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多年后回想起来,她们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,只会因为珍惜了每一刻而自豪。 因为她们知道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,而在于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,别太懒,运动多一点。 我们常说,18岁之前的容貌由父母决定,18岁后的美由自己负责。 女人无论什么年龄都该明白,所有自己想要的样子都得靠自己来雕刻,想要青春常驻,少不了对自己的投资与保养。 其中,运动便是性价比最高的保养方式,经常保持运动习惯,你不仅会身体健康,精力充沛,同时整个人的体态气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。 就像玛雅可夫斯基所说,世界上没有比结实的肌肉和新鲜的皮肤更美丽的衣服。 无论工作多忙,请一定不要抢占锻炼的时间,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,并把它坚持下去。 相信你流的每一滴汗都是健康的累积。 别多想,心放宽一点,常言道,这世上最不开心的,莫过于那些想得太多的人。 生活中 有些女人总是用过分的想象力,脑补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,折腾得自己身心俱疲,但其实,想得太多会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,甚至是创造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来。 从而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中,总是在思考太多无意义的问题,就会导致心绪受到打扰,不能专注做事。 总是为过去的人更是耿耿于怀,就会导致无法更好地把握当下,轻松前行,身上背负了太多东西,是注定走不远的,只有想开点,放下那些苦恼纷扰,才能真正做到自我解脱。 从精神上轻装上阵,正所谓,心有千千结,人生就处处是纠结,心中无挂碍,人生就时时有自在。 有的时候,不妨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,不要执着于和自己较劲,拥有豁达的心境,凡是看看一点,人生的忧愁和焦躁才能少一点,别投资,钱要存一点。 女人年轻时,花钱没截止,很容易被消费带迷惑,被物语蒙蔽双眼,可是遇到危难才知道,存款标志着一个人抗风险的能力,更意味着一个人的底气,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靠山,也没有人会永远是谁的避风港。 唯有口袋里有钱,才能让你欲视心不慌,毕竟,有了钱,才不会等到父母生病时,低声下气四处去借钱,才不会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,只能看看不能买,才不会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,自己的孩子却什么都拥有不了,钱是人的胆,更是穷人的命。 所以,女人在未来的生活里,别投资,别月光,钱一定要存一点,存钱,也许会降低当下的生活质量,但她所带来的是,未来的高质量生活,学会存钱,把安全感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,比什么都重要。 别生气,多冷静一点,人只一生,坏情绪难免,然而很多时候,生气了之后,许多问题其实并不会得到解决,反而会不断激化,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,当你渐渐冷静下来,就会发现,生气是一件毫无益处的事情,它不但会扰乱我们的心境,恶化我们的人际关系,还会摧残我们的身心健康,空子曰,不迁怒,不耳过。 或许我们无法控制坏情绪的产生,但我们可以学会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,与其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,不如放下别人的错。 一笑了之,争执时,学会忍让,愤怒时,学会冷静,执着时,学会放弃,计较时,学会放下,善待自己,从不生气开始,学会不生气,赢得的就是整个人生。 女人的状态,从来都不是用年龄来衡量的,而是生活有多精彩,内心有多丰盈,精神有多丰富,热爱阅读,抚养心灵。 有句话说,阅读,是女人最好的奢侈品,会让自己越来越美。 现实生活中,女人可以依靠年龄优势或者化妆品作为美丽的加持,但是不可能永远都是如此,终究无法抵挡岁月的清晰,失去自己最娇美的容颜。 但是女人另外的一种美丽,是从类到外散发的气质,她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更迭而消散,而是会让女人越发的优雅与知性,哪怕年龄攀升,依然是人群中最亮丽的一个人。 这些都来自于阅读的积累,让自己不断提升,既可以真正见失眠,又可以超越自我。 一路走来,始终让自己保持清醒,终究会遇到生命征程中最好的自己。 正因为阅读让自己拥有清晰的认知,不俗的谈吐与优雅知性的外在,才让自己能够抵御岁月的更迭。 哪怕不再年轻,却依然魅力十足,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香气,让人如沐春风。 作家周灵说,人每读一本书,都是在进行一次名人访谈,是在和顶级的专家交流谈话。 读书是用最低廉的成本,获取最高级的成长策略。 女人只有多阅读,才能在书香文末中润泽生活,风盈余生。 哪怕身陷低谷,也能具备前行的勇气,自己划成一盏灯照亮脚下的路。 一个女人能够变得越来越美,往往都是通过阅读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,不管是穿衣打扮还是寻求活法,都会保持一致,让自己呈现最佳的状态,犹如下花般绚烂,让人着迷,许悦自己,尽情绽放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女人的身上被赋予了太多标签,或者是太多人的要求,要听话按部就班,要懂事温柔贤惠,哪怕到了年纪大了,也要多去奉献自己,似乎按照别人的期许而活,而是人生最正确的方式。 但是背后的迁就,讨好,心中越来越没了自己,当你经历了一些事,或者看透了一些人之后,就会恍然大悟,哪怕你付出所有按照别人的要求去生活,也不会是自己最美丽的时刻,还是还会被人嫌弃,依然无法让所有人满意。 只有当你真正取悦自己,活成自己希望的样子,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,也会有人去在乎珍惜你,也只有当你真正取悦自己时,才会让自己尽情绽放,心中的迷茫一扫耳光,越活越自信,越活越幸福,整个人都会闪闪发光,越人者众,越己者亡。 一个女人最美的样子,从来都不是取悦别人之后拥有的,而是坚持活出自己之后迎来的。 当你真正取悦自己时,就会明白好好善待自己,不去轻易为难自己,而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,走好脚下的每一步。 成为一个快乐的人,一个幸福的人,才会真正越活越自信,成为人生路上最美的样子。 请记得,一定要好好爱自己,不要成为别人世界里的配角,一定要让自己活得舒心,活得自在,才会从内到外,呈现出最美的状态,脸上挂笑,让人着迷。 有句话说,脸上挂笑的女人,最让人着迷。 可以说,女人不管什么时候,最美的样子往往离不开笑容,可以呈现出温暖与善良,也会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。 爱笑的女人,心中充满阳光,凡事都喜欢积极看待,不会轻易为生活的琐事烦恼,自是至终活得豁达而乐观。 眉头紧锁的女人,处处爱生载道,不管做什么,都会心生悲观,脸上也会悄然留下岁月的痕迹,呈现出一副苦相,活在当下。 微笑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,它不仅可以让自己发光发亮,也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丽。 因为爱笑的女人,心中有阳光,可以带给身边人更多的正能量,吸引更多同贫的人在一起,把苦楚的人生看开,把焦虑的日子放下,让自己的心态一直积极向上,正所谓向由心生,心随静转。 内心的温暖,阳光与乐观,让笑容成为自己最美的招牌,哪怕已经告别了年轻,依然能够让人眼前一亮,为之着迷,你若盛开,清风自来,微笑向暖,安置若素。 据李妇人说,17岁时的不漂亮,可以怪罪于母亲的遗传,30岁以后依然不漂亮,只能责怪自己在漫长的日子里,没有给生命注入新的东西。 太多时候,一个女人没有以上的好习惯,将注定了拥有不同的模样,以及不一样的人生境遇,不管什么时候,女人的美是由内到外散发的气质和状态。 年龄从来不是绊脚石,而是自我魅力的沉淀,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最美的样子,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,所有的期许都会梦想成真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